不为人知的秘密 是它的 我现在姑且翻为地区学院好了 因为我知道社区大学在中国 已经被翻 有另外一种定义 社区大学 对 我今天在这边称为地区学院好了 这样听众就会可以有点区分 那我大概大致上介绍一下 这个社区学院它的发展是怎么来的 大概美国有一个蛮伟大的总统 在1966几年的时候是 肯乃迪 肯乃迪总统 肯乃迪 肯乃迪他总统他上来 他一直就说 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教育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像比如说广播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所以他就促成了几个重大的 比如说他成立了很多公共电台 让那些少数族裔的人都有机会发声 那么另外更重要的是 他促成了地区学院的成立 所以美国所有的地区学院 几乎都1960 六几年的时候在各州里面成立 这成立里面它有几种非常重要的 一个叫做 accessibility跟affordability 它怎么讲 我大致讲这个观念就是说 它是这个地区学院 因为是给穷人 穷人就没有办法送小孩子到很远的地方去 住在那边念书 所以他一般来讲 像我们在维吉尼亚州 他这个学院里面 他平常你开车三十分钟之内都可以到我们学校 就是说你可以下了班就去上课 所以这对学生来讲 你可以住在家里面省很多钱 affordability就是我们这个学院 他一定是跟公家 可能是跟郡政 就是中国的郡比县大一点 跟县跟州政府有关系 那我们维吉尼亚这个系统 是只属于州里面的 那他因为是政府拨款 所以我们的学费平均到现在为止 是一般四年大学的三分之一 他们三百块钱 我们只要一百块钱一个学分 所以这样子会 当然我们还提供很多 什么在学校打工的计划 或者是一些那个 那个清函的补助的 那个那种教育补助费 这样子让他们来念书 这里面进来以后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 有一个他收学生的标准 这个是非常比较 中国很可能没有听到过的 他像这种高等学校 他我们中国孔子有讲过 说有教无类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我在美国我很感慨 就是说在维吉尼亚 在美国的社区大学里面 他怎么收学生 他叫open enrollment 就是说只要你要来想念书 我都收你 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 那那些程度不够怎么办 可是你要毕业 你一定要跨过我 达到我的这个标准 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师资 跟四年大学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他大学的科目 也是完全一样的科目 那么老师的要求标准 也是一样 更有的就是说 他有一个这个 那种监督的 我们还必须要被 独立的一个团体来认证 所以我们为了达到这个认证 我们必须要达到一个教育的标准 当然学校也有好有坏 在这中间 这四十年中间 四十多年来 我们学了很多的经验 就不但是教学生 我们的学生里面 有三种大类型 我知道现在有观众打电话进来 好的 我们现在现场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了 我们稍后再来更详细的介绍 这个所谓的地区学院的一些内容 它的影响 入学类型等等 还有应用到中国社会的话 可能会有哪些好处 不过我们现在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樊东宁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是美国的地区学院 和中国的教育改革 我们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 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理事 赵惠普先生 听众和观众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是108710 然后再播8668375161 此外您现在就可以立即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在网上 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 并欢迎您多多利用电子邮件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倾向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 七档电视与广播 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您掌握最详实客观的 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到十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的 我们先接近第一位听众 是浙江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讲 浙江的刘先生您已经在线上了 好了 浙江的刘先生 希望您应该给我们打回来了 您的线路好像先断掉了 好 下一位是湖南的网民张先生 湖南的张先生您好 反正您你好 你好 请讲 张惠普先生你好 我觉得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 要打破政府垄断教育的局面 我有一个建议 希望海外的华人 或者是外国教育家 能够到中国来办私立学校 这样打破中国的 由共产党和政府垄断教育的局面 好的 关键说完了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 湖南的网民张先生 下一位是辽宁的网民李先生 辽宁的李先生您好 请讲 辽宁的李先生您已经在线上了 好的 我们今天先画线路 好像有一些问题请大家 如果没有接到你们的电话的话 给我们重播回来 好的 我试试看下一线是 吉林的电视观众林先生 吉林的林先生您好 请讲 嘉宾好 你好 我是吉林电视观众 刚才啊 这个嘉宾说的相当的好 中国产生博士 有一半是不合格的 就我们的区域长和副区的 副区委书记 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现在都是博士了 都是花钱买的 那么说呢 中国的教育啊 无论该怎样改 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 中国永远也办不成 世界上的一六大学 原因是啥呢 中国大学是教育部大学 是行政化大学 在大学里 没有学术自由 没有思想自由 没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所以说啊 中国的不实现民主化 是永远培养不出 世界上的一流人才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嘉宾 好的 谢谢吉林的观众 林先生 他提到这个体制 跟教育改革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联 那与此同时 我们也收到了 听众透过电子邮件 发表的观点 我先简要的念出这一封 他说 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学校 无法培养出 对人类有贡献的杰出人才 因为思想没有自由 就没有学术上的自由 就没有创新的可能 这是这位听众 透过电子邮件 发表的一些观点 我想综合刚才 听众观众 陪我们的来电 和这封电子邮件 先请 赵慧普先生 先做个简要的综合回应 对 我想 就是说 大家可以体会到 当然这个制度问题 是蛮严重的 但是 我觉得就是说 制度跟这种 刚刚那个 尤其吉林的林先生说 区长副区长 初中都没毕业 拿到博士 你想想看 这中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 制度是一回事 我们先把这个 学历的认证 分清楚好了 因为中国当然 一下子要改制度 也是蛮难的 起码要把这个 学术归为本位 我觉得应该 做的几件事 就是说 如果说中央干部 就是说什么 国家领导者 体会到这个 要回归到这个 要回归于这种 学术的尊重 你最起码 你可以当下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种 不是经由正当 读书管道拿出来 你把它变成一个 比如说 荣誉博士 那让他跟这个 读书人划分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荣誉博士 你就知道 你这个博士 还不是真正的 所以说 这些人就不能 在担任任何教职 不能当教授 不能当院长 不能当校长 那么在 由这中间让大家 你看中国就马上 少掉一半博士了 那刚刚还有一个 那个湖南的张先生 讲说 希望外国政府 来成立很多 私立学校 我觉得 是有可行 可是 当你了解中国 越长远的时候 你又觉得是 困难重重 为什么 因为好像 中国政府 因为这两年 经济不景气 他对很多外资的 企业的限制 越来越严格了 外国人越来越 不太能够在中国 来做生意 来生存 可是有一个契机